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谈的话题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如果你血压不高 胆固醇也不高 但是你还是有可能会发生所谓脑中风的状况 那么现在有很多人不怨无故 明明平常有运动 或者我们在新闻上看到很多的名人的案例 平常有运动也很注意养生 但是为什么会脑中风找上你 你知道吗 在全国平均每年约有三万五千人发生脑中风 其中有一万三千人死亡 超过了三分之一的死亡率 所以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 我们可以在平常就特别的注意 如果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发生了这样子状况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有深入的一个讨论 首先我就要请教我们的观众球救兵团了 在你们的生活周遭 有没有曾经有亲朋好友 或者你自己发生过中风的状况 有的话请几圈 没有请举擦 请举牌 全部人都有 应该都亲朋好友发生这样的状况 我自己身边其实也有好多个 那我们先从亚兰开始 有啊 我父亲啊 就是因为他有一点小中风 然后就发生了车祸 他那一天就是呢 没有吃早餐 然后想要骑机车去买早餐 就骑到一个上坡啊 就上不上去 然后就突然昏倒了以后 就整个机车压在他的身上 整个肋骨就断掉 然后还好有人看到我爸爸老伯伯嘛 他们说 这个我认识 然后赶快打119 把他送进那个医院 结果他又一直昏迷 昏迷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才打电话给我妈妈说 我现在在医院啊 然后动弹不得 然后他有点失忆的感觉 然后手脚不听死话 大小变失警 我们去看他的时候都好紧张 他大概住了十几天才出来 对 很可怕 他差一点就挂了 所以他后来有特别注意身体的状况吗 他就是有那个心血管的疾病 他有那个 而且又不装支架 他就是不听话 所以等一下就要请专家来好好的 跟我们解说一下 小布 你的状况是 我要讲的是我小时候的事情 那其实小时候 我是我们家族里面最小的小孩 所以阿公都特别疼我 那就是当我满月的时候 阿公就很开心啊 那他就办喜酒 然后请大家来吃 那他可能是喜酒喝太多了 所以他在我 就是那时候他就中风 对 就没有好过了 没有 然后过不久后他就过死了 哦 所以真的是一个无形的杀手 就是可能平常你觉得身体状况 都还不错 可是可能是因为 例如刚刚可能是酒喝太多 或者是有的人是运动太激烈 平常都有运动 但是突然运动太激烈 像我们的好朋友孙大伟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自己心脏有问题 他特别注意 但是他其实 这个昏倒并不是因为心脏 他当时其实急救的部位 是急救心脏 就后来不知道是脑 所以就后来有点延误的那个时间 那每一个人 其实周遭这种故事真的蛮多的 那碧桃阿姨 你自己的故事是什么 我 我那个妹婿 她五年前 因为她 她的工作是身居要职 每天下班就有很多人在等她去应酬 招待她 每天都吃喝 对啊 非常的愉快 有一天她就在那个院会的时候就昏倒了 当场昏倒 当场昏倒 那时候才醒过来 醒过来之后呢 一只手和一只脚已经不能动了 后来经过很长久的互健 所以她的这个手脚的... 手脚一只手一只脚 还是没办法完全的灵活 对 对 好 所以真的是每一个人的朋友的故事 都不太一样 Vivi 你自己的故事是什么 那是我朋友的爸爸 就是他们有一天在吃饭吃饭 然后就是他爸爸就突然就是倒地 然后他们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然后赶快送你以后后来想 他就是整个就是半身麻痹 就是算是他也不太能自己动 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是 好 那定刚的状况是 我有一个叔公 他体型比较胖一点 然后平常血压就比较高 然后他很喜欢吃膏油啊 膏炎之类 然后他有一次吃完饭 他就小酌了一下 然后就坐在那个躺椅上面休息 他就这样子就走了 连急救都没有急救 就直接安详地走了 他有相关的疾病吗 就是高血压 就是高血压 对 珍珍呢 我舅舅啊 就是去年寒冷不是很冷吗 那他没事他就会喝点小酒 说为了保暖 就有一次不知道怎么搞的 喝一喝就忽然倒地不起 然后我们赶快帮他叫救护车送医院 那虽然没什么大事 可是他半边都不能动 然后以后都要坐着轮椅 而且他讲话就是 都变得听不太懂听不清楚了这样子 是 那志力哥哥呢 我是有一个朋友 他到那个中山北路的面店去吃面 吃到一半突然间就整个人都僵硬 那那个面啊 汤啊 就是从嘴角上就流出来 那老板发现啊 就赶快送医啊 可是后来 可能是也有点时间延误啦 因为当时人也很多 所以他现在都一直在做护健 还在做护健大众 对...一直在做护健 小慧妈妈呢 我有一个亲戚 她不到40岁 她本身是医生 她是妇产科医生 她就忙着接生 然后同时她也是一个那个 医学法律的专家 然后又在大学教书 所以她因为很忙 然后她体型又比较胖 所以因为作息不正常 所以变得越来越胖 所以她也觉得说 反正就是拼嘛 工作那么忙 也认为自己很年轻 就拼得很厉害 可是有一天她突然也是倒下去 倒下去以后 在加护病房住了很多天 出来以后就变成 就是说伤了她的那个 说话的神经 还有运动的神经 就变成现在还在做轮椅 那因为她自己本身是医生 所以她很有毅力 就很有恒心 自己知道怎么样去调理 所以现在讲话比较清楚 那还是坐在轮椅上 只是觉得说很可惜 因为她那么优秀 对 所以真的是中风这个事情 她真的是不分年龄 然后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人 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 真的会找上我们 小温 你的状况是 我是那个朋友的老公 在跟朋友一起欣赏蝶片的时候 之后她突然间 就转过来 就对我的朋友这样叫 我朋友说不要啦 不要亲亲啦 他就一直要 我朋友就一直不要 结果是颜面神经受损 突然间 回来了 是 好 好 所以听了这么多的这个 曲头兵团的这个故事分享之后 罗医师 他们说的这些 都是不同的中风的类型吗 所以我高血压病史 又有这种油鼻血的症状 通常有研究超过五成 他六个月内一定会中风 所以这个特别有 可是我们一般我们 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个 180以上 只要你稍微再打个喷嚏 可能就超过200 那200以上真的随时都像炸弹 所以请各位照顾一下 自己身边的朋友跟自己 这么多的这个曲头兵团的这个 故事分享之后 罗医师 他们说的这些 都是不同的中风的类型吗 坦白说刚刚各位提到的这些中风 绝大部分是属于 血管阻塞性的 是不是阻塞性的 比如说他太爱吃油的东西啊 太爱吃是咸的 然后不小心这个血管阻塞住了 塞到大脑就中风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到底中风的类型 有哪四大是比较常见的 包括第一种是 初血性的中风 第二种是缺血性的中风 第三个是心阴性的中风 第四种是动脉玻璃脑中风 我们就请两位罗医师 一个一个跟我们来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出血性的中风啊 出血性的中风 大概跟刚刚几位来宾讲的 有一点点不同 其实出血性中风相对来说比较少见 像我前一阵就有一个病人 他才20出头耶 然后他来找我 我是加一科嘛 他来找我是因为 他已经头痛好几天了 那你知道医生最怕一头痛啊 是 因为头痛很多的症状 一百种原因都会感到头痛吗 是 而他就刚好是最可怕的那一种 因为他来的时候 他真的是痛到不能讲话 而且没有任何的压力 我们不会说 没有任何紧张压力的情况下 头这么痛 而且痛到已经他的视野 有受影响 就是他看东西 左边看不到 只看到右边 那情形真的不太对 后来一照就发现他是属于 第一种 出血性的中风 所以出血性的中风症状是 它就是主要是大脑里面的血管 破裂出血 那大部分症状喔 真的有时候可长可短耶 我有遇过拖了一个礼拜 他只是一直觉得怪怪的 后来一看 他那个血是慢慢慢慢渗出来的 这个应该会要人命吧 对 没错 因为他其实慢慢的血块越肿越大 他会压迫到大脑 可是他并没有昏倒耶 他还可以正常的活动 是 这就是他危险的地方 但是一般来说 像如果说血压高的病人 大部分在天气寒冷 突然间这样缩一下 有可能就会产生出血性中风 但他一下子压力太大 血管破裂 所以比较厚发于 常见于有高血压疾病的朋友 对 高血压最常见 还有就是动静脉基型 脑血管的动静脉基型 是 像那年轻人就是这样子 是 所以如果说我们有高血压的话 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平常不要做太剧烈 是不是 还有控制好血 如果年轻人常常头痛 最好还是找医生检查一下 好 所以他症状会先从这个 头痛开始 还有什么其他合并的症状 要看压到哪个部位啊 比如如果压到神经的部位在脑后方 我们控制眼睛其实是在脑后方的神经 压到脑后方你就视野受损 压到里面的小脑就走路不稳 其实要看部位 是 好 而且一般 就是说这种初学之中风 一般而言虽然是比较少见 它症状比较严重 我想罗医师的专业 就是说一般症状比较严重 可能会有这种剧烈的头痛啊 年轻人 老人家也是喔 就是说比较容易吐啊 恶心啊 这肠胃症状可能会有 那一般会以为是胃肠道的问题 这样可能都是跟我们的大脑脑干出的问题有关 是 好 那什么叫做蜘蛛膜下腔出血 在我们的大脑喔 最外层跟脑的内脑皮质 凹凹凸凸的皮质之间喔 有一层叫蜘蛛膜下腔 那这个东西它的血流非常非常丰富 可是血流丰富就会容易出问题 有时候出了血 它就造成大的血肿 就压迫到脑 是 好 所以它血肿 跟它如果出血状况的话 我们人也会感受到吧 大部分会 但是如果它出血的慢 就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还是像刚刚另外一位罗医师说的 如果说你有明显的一些头痛 噁心呕吐这些症状的话 还是要提醒 不要只是以为说我是睡不好 说不定就已经中奖了 是 所以这一类的中风死亡率高吗 还是很高的 好 像你们去加一科 一般如果中风的话 它可以去看的科别有哪几种 有人去加一科看 有人去脑神经看 是 大部分 脑神经内科 脑神经外科是主要的科目 是 好 所以出血性中风 它的比例大概有几成 大概三成 也算多耶 好 罗密宇医师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其实说这一般还是跟我们的出血型中风 还是跟我们的血压偏高 还有我们血管硬化有关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他 我们长辈他有一些高血压的病史 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像美国人喔 他的这么文明 他还是有三成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血压偏高 因为他没有症状 那这种出血型中风的时候 他有时候就是说 像各位刚才讲的 就是说他平常都有些 动脉硬化的问题 然后动脉硬化啦 高血压 他在一些诱因 比如说喝酒啦 像我最近来有一个患者 他是来做针灸的 那他跟我讲说他的原因是 他想起来 他记得他两年前就很容易发脾气 小孩可能就是家人的问题 家庭问题他就发脾气 他就去找牌友打牌 那打牌呢他就是很高兴啦 那他跟我讲说 他真的是自摸了 他很高兴 他自摸 他当下一高兴 他当下就没多久 半小时左右他就昏倒了 然后赶快 他去上厕所就昏倒了 他赶快去送医院 那已经严重的这个 脑部有出血了 那这个 他也是类似我们有这种 自残的问题 所以他就来我们中医针灸 去西医复健 才慢慢改善 所以这个中风这个 是属于一种无形的杀手 有时候特别出医 是 所以我们有时候 乐疾会生悲啊 也要自己的情绪 能够比较不要太激动 他有时候可能输的时候 也会太激动 然后赢的话也会太激动这样子 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出血性的中风 中老年的高血压的病人 是不是他们有一些 可以观察的指标 鼻子出血吗 是的 这个我想这个 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身体 观察很多现象 假如初血性的中风 特别多 大概有三到五成的这个 中老年人他会发现 他鼻黏膜很容易出血 那他会以为是秋冬天 气候干燥 事实上 他可能就已经是有 这个高血压的病死 甚至他已经是高血压 因为我们脑 我们的鼻子耳朵 他的微循环很好 譬如你容易 像我们年轻人也一样 你一累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容易耳鸣 我们终于都干活上来了 耳鸣 那中老年人他鼻黏膜 他容易流鼻血 那一般流鼻血的中老年人 我们长辈要是有流鼻血 除非你们排除 他是跟鼻病有关的 特别要注意是跟这个高血压 这个容易预防中风的 一般来说 这种高血压病死 又有这种流鼻血的症状 通常有研究超过五成 他六个月内一定会中风 所以这个特别有 所以我们一般 我们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个 好 那罗嘉玲医师 你有没有要补充的 像一般如果有老年人 在量血压的话 我要提醒注意一下 如果你血压 已经在超过180的话 千万不要随便出门 对 真的很危险 因为像我有时候在医院 看病人若无其事走进来 我都不敢放他出去 因为180以上 只要你稍微再打个喷嚏 可能就超过200 那200以上真的随时都像炸弹 所以请各位 照顾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跟自己 所以如果有高血压的朋友 他是不是就要长期的服用 降高血压的医药 应该要跟医生好好的合作 不论是用什么方法 是 好的 那这个是初血性的中风 继续我们来看到 另外一个常见的中风类型叫做 缺血性的中风 缺血跟出血 刚好是相反的 那什么叫缺血性的中风 中老年人起床 例如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老人家体质比较虚弱 早上起床要特别提醒他 尽量側身起床 不要直接站起来 因为对低血压高血压 这个中老年人 姿态性的改变太多 事实上这个中风的机会 酸塞性的机会 缺血性的机会 中风的机会 脑血管病变 也提高很多 好的 另外一个常见的中风类型叫做 缺血性的中风 缺血跟出血 刚好是相反的 那什么叫缺血性的中风 其实缺血性中风 是相对来说更常见 大概将近占了七成的比例 对 那像各位刚刚提到的一些案例啊 是 说什么吃面 吃到一半中库这类 大部分这一类的病人喔 如果你回头去看他的病史 他还不外乎 那这种有时候就是久了 他血管已经内层都凹凸不平 被血脂肪给占据 只要这个时候呢 比如如果像有些人 以为贫血没怎么样 如果你贫血 或者说水喝的少 到夏天有时候热水喝的少 血液循环一时不足 本来水分充沛的时候 脑部血管有的供应 结果水分一不足就缺血了 那他症状其实一样 就是看塞到哪里 就是哪里有影响 好 所以这个跟心肌梗塞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同样原理 只是发生不同的地方喔 这个一个是脑 一个是心脏 对 通常两个都会蛮常当好朋友的啦 就是有你就有我这样 你浓我浓 所以他可以分作 是不是可以分作两种 两类型 血栓性的脑栓塞跟 三子性的脑栓塞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血栓性的话 基本上就是你血 血管本身就已经凹凸不平 我刚刚讲 那这时候 只要我们的小血球在里面 不小心咔到那个凹凸不平的地方 稍微破裂 那我们平常外面伤口出血 我们会... 不是会结成一个血块结巴吗 同样在我们的脑子里面 如果说脑子里面的血球 稍微一碰到 它也会在里面出血 可是它出血出在血管里面 你以为没事 错喔 它出血出在血管里面 我们一样会引发一个凝血反应 也就是说 身体以为你那边出血了 血小板就全部剂取过 對 他以为他要去修补它 就没想要多此一举 反而多此一举 所以为什么缺血性中风的病人 常常之后是要用一些抗凝血的药 来避免它再次有一个凝结 是 那另外一种呢 像血栓...那个栓子性 栓子性的 那就蛮多了 比如像有些人打那个 去网咖有沒有 做很久 就静脉栓栓 然后它一动栓子就跑上来 栓子是什么东西 它一样就是血球 太久没有活动以后 它...我们的血是活的 如果说你这个血一旦不流动 它就会凝固 所以它凝固以后 再动起来就惨了 它塞到哪里就哪里阻塞 那这可以预防吗 如果是慢性病患喔 大部分医生可能会开给你阿斯匹林 大家可能有听说 我每天吃100毫克阿斯匹林 那其实就是在预防血液凝集 可是如果你不是属于有高血压 或糖尿病血脂肪问题的人的话 不一定要吃到阿斯匹林 就要建议你水分要充足 然后要多活动 不要保... 不要让你的血液一直停滞不前 好 罗密宇医师有没有要补充 还有我们这种低血压的人 我们想到说高血压容易中风 其实低血压的人也要特别小心 再来因为这个缺血性中风 它主要是就是说 这个血流缓慢 那尤其我们下半夜 像我们发现这种缺血性中风 特别就是在清晨的时候 天气冷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血流缓慢 所以为什么鼓励我们中老年的人 特别都是要喝水 尤其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 鼓励他喝250到370的水 那因为我们的血液代谢就比较好 那这个发生这种缺血性的中风的机会 就相对的比较低 好 那所以三子性的这个脑酸塞啊 脑梗塞 比较常发生在什么样的状况 我举例来说 大家现在失智症也越来越常听到 对不对 你可能不知道 事实上台湾跟国外差别喔 有一点点喔 我们失智症里面有很大的比例 事实上是反复小中风造成 也就是说 它没有明显到让你 很明显喔 一边手脚不能动 只是觉得我怎么越来越容易忘记事情 然后越来越头脑不清楚 事实上如果你同时有血糖 血脂肪高起来问题 你可以再去检查 说不定 因为我有一些病人 他后来做脑部的一些检查发现 原来他早就很多个小地方中风了 可是他的表现却像失智症 所以有些却血清中风 因为他是 血管总不可能只塞一个地方嘛 所以他可能 有些人说不定他是常常手会麻 血管循环不好 或是常常觉得眩晕 这个也会眩晕啊 因为血流通不到这儿 那或者是甚至有时候就 晃神一下 黑一下 眼睛黑一下 黑一下 对 那这些 有可能是他的一些前兆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确认说 我是不是有点小中风的状态 要去做脑部的断层了 是 脑部断层可以一清二楚看得到吗 真的很小很小的看不到 但是大快的可以 对 是 好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酸子性的这种 脑酸塞 它是在可能在弹效之间 你就有可能发生 好 那血酸性的呢 通常在什么时候 比较容易发生 血酸性的话 其实像刚刚讲的 突然走动 或者是像甚至产妇 它在生产过程会有羊水酸塞 那个也是一个风险 只要任何甚至 但是还有谋杀的方法是我们 打空气进去到血管里面 那个酸子 那叫空气酸子 一样会造成中风 所以那个 好可怕喔 热和时机耶 真的满常的东西 好 那在睡觉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发生吗 也会 因为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水分会丧失 这样刚刚 好 所以罗医师刚刚也有提到嘛 在睡觉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冬天 这个比较中老年的朋友 或者是你有这种 三高疾病的朋友 是不是在晚上起床的时候 要比较缓慢 这一般就提到 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属于 姿态性的这个低血压 比如说中老年人起床 比如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老人家 体质比较虚弱 早上起床 特别提醒他 尽量侧身起床 不要直接站起来 因为对低血压 高血压 这个中老年人 姿态性的改变太多 事实上这个中风的机会 酸塞性的机会 缺血性的机会 中风的机会 脑血管病变 也是提高很多 再提到姿势 还有提到喝水 都很重要 是 所以半夜起来的时候 可能可以喝一点点水 但是也不要喝太多 因为我如果这样跟我妈说 我妈说 我就已经平量都睡不好了 你起来还叫我再喝水 人家都不用睡 一般我们 这个脑血管的 容易预防的部分 也是鼓励他少量多次 就像肠胃不太好的人 我们也鼓励他少量多次 而不是一下喝很多 我们女孩子晚上 她都特别会注意 不要喝太多的水 所以的确是要特别提醒 就是少量多次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是 心阴性的中风 什么是心阴性的中风呢 其实心脏 因为它是提供我们全身血液 那尤其有四条大血管通到大脑 所以万一这心脏送不出血 或是送错血 那都会造成... 所以难怪刚才罗医师说 心脏跟脑 其实就是 你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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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就有问题 OK 好 那心阴性的中风 它有什么症状呢 如果它今天是心肌梗塞为先 那心肌梗塞顾名思义就是心脏 它本身的血管出问题了 塞住了 所以心脏本身死掉 那送不出去血的时候 跟着脑部其实也就缺血缺下 缺氧 所以它就有点类似 缺血性中风这样子 那如果... 一样的 整个大脑 那时候就更复杂了 因为它是整个血液上不去 而不是哪里塞住而没有血 所以这个情况下 致死的几率 基本上是非常高的 只要你没有立刻救 等于你整个大脑就毁啦 因为它根本没有血送上去 所以通常有些 我们看到一些新闻报道里面说 死于心肌梗塞 可能是跟... 这有关系 心意性的重心 或者是说 救完回来变植物人 那个就是因为 其实我们大概大脑 没有氧气血液的状态下 除非你去给它立刻冷冻保存 不然绝对不可能 撑超过六分钟 六分钟多短啊 所以基本上呢 你如果倒下去那一瞬间 没有人帮你急救 急救的目的就是 我们赶快把血液 强迫从心脏压到大脑去 如果没有人做这个工作 就算你事后救回来 大概都会变植物人 是 好 那罗医师我们要补出 脖子粗的人喔 中风的机会 也同...西医的统计 也是有比较高喔 脖子粗 脖子粗到跟脸差不多宽的人 老祖宗他们研究过 这个脖子粗的人喔 他脸跟... 脸红脖子粗 那个是指我们做叫 肝羊上抗 火气上来了 他知道你看起来 他的脸跟颈部 几乎是一条线的 然后比较圆 那... 第二个目的就是 我们赶快把血液 强迫从心脏压到大脑去 如果没有人做这个工作 就算你事后救回来 大概都会变植物人 是 好 那罗医师我们要补出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年轻人 一般都觉得说 我不会中风嘛 其实现在 我们大概都是 30岁的年纪 60岁的心脏 就是说我们心脏的这个供氧量 心脏就是我们身体的马达嘛 那一般为什么 最近我们这个代谢不好 我们这古人就提到说 我们中间叫 新主神明 因为古人是没有脑这个字的 脑这个字是清朝末 到民国初才有这个脑这个字 那我们老总是说 新主神明 所以像我们现在人 是不是很容易紧张压力啊 工作累啊 那在我们 就容易表现什么症状 口干舌燥啊 便秘啦 睡不好 那中间叫做殷虚 那就是你的水分代谢不好 那这叫心阴性的 所以那个精神压力大的人 他容易高血压 容易脑动脉这个硬化 那这样自然 他的中风机会比别人多 只要稍微幼婴啊 像刚才说吃太饱的 剧烈运动的 累的 这我们都叫做心阴性的中风 危险性比较大 是 所以好发在什么样年龄 或什么样族群的人 一般来说人 30岁或甚至40岁以后 但刚刚还没有提到就是 其实心率不整 本身喔 他也是所谓属于 心阴性中风的一个大宗 这类病人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点 他的中风来得多又频繁 所以他会比 甚至比 所以出血性中风坦白说 因为它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嘛 譬如突然间破裂出血之类 对 缺血性中风它也会比较常发生 可是最常发生的 就是说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病 心率不整之类的 那你发生中风的几率 会是最频繁 最高的 一般来说大概是一般人的 5到7倍吧 那如果他心率不整 他去放了什么心率的调整器啊 等等之类 就可以改善 你不能放着不管嘛 对 但是最危险的 心率不整裡面 其实有很多类 其中最危险所谓心防颤洞 那他的颤洞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举例给大家看 我们心脏这样 他会这样 就是说当你摸到他的脉搏的时候 他是只有压出去的那一次 才有脉搏 大部分时间他在一直颤洞 一直颤洞 可是颤洞的时候 裡面的血液 我刚刚讲 是没有办法打出去的 对 血液一旦不流动 他就会形成酸子 等到他好不容易打出去的时候 就下...就惨了 他打到大脑就中风了 要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耶 對啊 所以心防颤洞的朋友 他要去开刀吗 大部分就是像刚刚主持人提到 他可能要装心率调整器 然後再來就是要配合服用抗凝血的药 就很怕他突然凝血了 對 像我有那个半膜脱垂的问题 請問半膜脱垂也是 心阴性中风的高危險群嗎 我也有 要看程度 要看程度啊 如果你脱垂的是一點點 他不干擾太多血流 不會造成血液亂流 而形成血栓的話 大部分不會怎麼樣 那如果不是這種輕微的 他是比較中度的啦 或高度的話 像有些人喔 感冒的時候 有些人他的細菌感染到心臟 對 他會造成心臟裡面的半膜受損 而且半膜本身就會變成不平滑 因為他受損過 就像受傷以後結巴都會凹凹凸 那個不平滑的半膜 就會容易造成血栓 所以那一類比較特殊 像什麼風濕性心臟病之類的 好 所以心因性中風 都是大部分跟心臟的毛病有關係 對 來 羅醫師 的確 如我們羅醫師講的 就特別強調就是說 我們心臟的心跳不規律 那一般我們也就是說 喝很多咖啡茶 那有時候覺得 我心跳不規律 可能就是因為喝了這些 有咖啡液的成分 事實上他可能就是 有潛在的心臟疾病 這個我們叫做冠狀動脈陰化 那這個也包含了這個叫心房顫動 那還有就是說 你血壓高的時候 你這些有心臟病 他就容易蹭著這個 剝落的血 這個從血管裡面跑出去 塞住我們腦血管 造成我們腦的缺血缺氧 所以的確 這個心跳 你心跳比較不規律的人 你可能會感覺心慌慌的 頭暈 容易流汗 那這時候特別注意 冒虛汗 還有看到半膜脫垂 其實很多小... 我發現很多現在 很多女生有耶 對 女生有 只要瘦瘦高高的 這個機會就很像偏高了一點 這個有現代統計 所以我們需要怎麼保養嗎 就很多人都有啦 聽到半膜脫垂 每個人都覺得是很嚴重 其實你要注意 其實我們身體是很敏感的 只是各位都太忙了 沒有特別注意什麼 可是有時候 我們會覺得心口悶悶緊緊的 那有時候跟休息 並沒有那麼直接的關係 那你比較特別謹慎 你身體可能出了問題 譬如說我們可以看我們自己的 看提到小中風啊 譬如我們嘴巴 臉有沒有對稱啊 舌頭伸出來 沒有 舌頭有沒有彎一邊啊 其實我們身體會告訴你 然後中風的機會 也同...西醫的統計 也是有比較高喔 脖子粗 脖子粗到跟臉差不多寬的人 特別好... 可是脖子粗不是甲狀線嗎 甲狀線的那個很好... 它有一些檢驗方式 對 脖子粗的 老祖宗他們研究過 這個脖子粗的人喔 他臉跟... 臉紅脖子粗 臉紅 那個是指我們做叫 火氣上來了 他說你看起來 他的臉跟頸部幾乎是一條線的 那比較圓喔 那甲狀線的腫大 不管是單側還雙側 那是很明顯的可以區分出來 可是脖子是很粗的 這種短頸的人喔 脖子很短的人 又短又粗的 對 又粗又短的 這不是富貴之項 富貴的人就是吃得比較好 中風的機率就比較高 OK 好 所以觀眾朋友 你要特別審視一下囉 那麼第四種的中風類型叫做 動脈玻璃腦中風 這個就最常發生在那個按摩院 就是你知道 因為我剛剛講過 就是通往大腦有四條動脈 這四條是哪四條 有兩條在脖子 你摸就摸得到 就是我們平常急救的時候要趕快摸 這邊喊我脈搏 這邊有兩條 可是另外兩條摸不到在頸椎裡面 頸椎啊 對 沒關係 那個摸不到是正常的 對 那可是按摩的時候這邊 總是大家覺得脖子痠嘛 然後按摩師就特別賣力這樣子 用力 對 可是如果這時候本來你的血管 大部分這個還是有一些潛伏的危險啦 因子 譬如像你本身就是血脂肪過高這類 它本來那個血管就已經開始硬化 結果你又用力給它這樣搓... 它的那個內層就剝落 剝落以後呢 一樣它又引發什麼血栓反應啊 甚至剝落的本身 就乾脆整個阻塞掉血管 那就會造成通往大腦的血液不足之類 然後又中風 所以按摩也不能隨便亂按 對啊 可是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自己是不是有這種狀況耶 千萬不要讓大家... 讓人家按到你前面這一條 這兩個 對 這個是對付歹徒用的 對... 後面... 後面那兩條在哪裡啊 其實在脊椎裡面 後面那個要注意就是 按不到 看不到 枕骨的時候 會亂枕 對 不要亂枕到枕 可是這個要問這個 對 羅醫師來告訴我們在哪裡 好 這個一般喔 我們羅醫師提到的那兩條 是在我們的脊椎 我們脊椎的兩側 兩側 它旁邊的那個叫橫骨的地方 所以你真的是摸不到 摸到就是可以去做金釋紀錄啦 那其實一般喔 的確有我們中醫也發生過這種問題 就是在專業... 沒有在專業人士之下 這樣國術... 沒有我們證照 國術館這些 特別要注意 就是說我們脖子喔 第一個動作 這不能角度太偏 不要超過150以上喔 這角度都過偏了 這不行 還有我們現在很... 是不是看到同事很容易甩頭 這樣啪...有沒有 覺得是特異功能喔 輕的就是已經有頸動... 我們的這個動脈 頸動脈它就是有玻璃的危險 對 就是說 再對說不要特別彎來彎去喔 我們可以做一些輕微的上下左右 我們都搖頭晃腦 我們發現喔 這個油漆的功能 很少會中風的 為什麼 因為一直在搖頭晃腦 對 它叫搖頭晃腦 那是不好聽的對不對 可是我們在四度的頻率跟力道 自己搖頭晃腦 對很好 還有剛才提到的 我們除了按摩之外 還有各位可能比較沒有發現 我們去洗頭髮的時候 女孩子是不是都... 男女生都一樣 頭要後癢 對 這個頭後癢 那為了現在可能商業競爭啊 然後我會發現洗頭的小姐 要幫你怎麼樣 背後按摩 對 從來幫你按摩 這是個危險的動作 因為頭只要向後癢 我們的解剖位置 那個脊椎是會跑掉的 那時候血管是屬於一種緊繃 高張力的時候 只要一個外力不當 很容易一樣是造成這個動脈玻璃 所以說我們去洗頭髮 絕對不要讓後面的那個洗頭髮小姐 幫你在那邊做按摩 你可以請她墊個毛巾 熱敷一下 對 目的不是熱敷 是讓你的曲度不要過... 過度彎度彎曲 這也要特別注意 這我們真的要特別注意耶 女生經常去洗頭 所以她要按這兩條的時候 我們要說 ちょっと待って 這兩條是給我們西醫師 給我們醫師做診斷用的 譬如說心臟病喔 心臟的這個回流不好 在這兩條頸動脈 它可以摸到一些弩髒的 就是高張力的現象 可是我們非醫師人員 真的不要去觸碰我們頸部 所有通往大腦的這些神經血管 好 所以呢 我們不要追求痛 不要去跟人家按摩的時候 就是不夠力 痛不一定是好嘛 太大力真的搞不好 有時候會有危險 其實剛剛有提到那個頸動脈的部分喔 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們有去做身體檢查的話 最好尤其是40歲以上 最好要做一個 我們有一些動作可以來判定說 我們是不是有一點小中風的徵兆 可以很簡單的 我們眼睛閉起來 我們手平伸 我們手平伸 大概10秒到20秒 我們再眼睛張開 大家會被我催眠喔 其實你會發現你的手 是不是有一個手比較沒力 會往下掉 建議大家如果你們有去做身體檢查的話 最好尤其是40歲以上 最好要做一個頸動脈的超音波 因為它既沒有侵入性 沒有放射性 又很簡單 那它可以看說 你的頸動脈 是不是開始有初期的一些阻塞等等 那可以幫助你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好 那我們去看看有沒有問題 來定剛 我們剛剛前面是提到小中風的問題 那它的那個 跟我們前面所提到的中風的症狀 會是一樣的嗎 一樣就是看你塞到哪一個區域 舉例來說 如果說它塞到的是 就是剛好管平衡的那個區域 有些人會是說耳中風之類的 那你就會覺得耳朵聽不清楚啊 或者是說一開始眩暈 那大部分大家講的所謂的大中風喔 就是顯著的 譬如就是一邊肢體不能動啊 講不出話來或甚至暈倒 這是大家習慣所稱的大中風 那是指它壓的斜塊範圍比較大 或是阻塞範圍大 所以小中風一次兩次會變成大中風嗎 應該是說它在提醒你啊 你已經有問題了耶 然後你已經開始有地方塞住了 你要趕快疏通 不然等到更大條塞住就麻煩 所以一般小中風醫生的處理方式是什麼 趕快去看它的危險因子是什麼 譬如說像我有病人 他是常常眩暈 然後只要膽固醇一降下來 他就不暈了 那我們就是趕快控制它的危險因子 必要的話會給它抗凝血的藥 避免它血管阻塞 但是阻塞的那個血塊 有可能把它化掉嗎 因為等到發生症狀喔 大部分是那個腦細胞已經死掉一部分了 所以... 所以我才講嘛 失智症其實它就是連續性的小中風 那死掉這一塊 小學的記憶不見了 死掉另外一塊 中午吃什麼我忘記了 那其實它就是連續性 那至於能不能通 其實通了大部分那個細胞也回不來 也回不來了 對 所以只能趕快預防 是 好 羅醫師有沒有要補充 其實這小中風就是 基本上它有的症狀態度跟中風是幾乎都有 一般常會見到 其實我們有時候有忽略到 其實它就是類似 踢足球的時候踩到黃牌 給你發黃牌之後 你的腦血管準備要烘牌了 那就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就是我們腦部在短暫 有時候是幾分鐘 最多一般都是一兩天內 那通常腦...通常中風發作的人 你就問他 三分之二他都曾經有小中風 只是他沒有去特別注意 他沒有去特別注意 對 像我剛才我的患者 他來針灸那個...來做推拿的時候 我就問他 他就說他就是... 他可以很明確知道 他以前有那個眼睛 就是黑萌一片 他覺得他是可能是青光眼... 老人家嘛 他可能覺得他是青光眼白那樣 他就一下黑萌看不見 他覺得他有時候看到變... 一個變兩個 他覺得他眼睛... 都是往那個眼球老化去想 事實上他檢查 就是他四網膜已經血管硬化了 他也是腦中風了 那有的在讓羅醫師提到的 這個耳鳴啊 失智啊 他都是我們的腦部的一些循環 因為我們腦是跟我們的軟體 一般是思考記憶啊 這個邏輯性的東西 那你腦血管有堵住 你會覺得你耳鳴 你會有些感覺就是說 你眼睛的視覺出了異常 你舌頭講話比較不會冷 舌頭會比較僵硬 你就想講話不清楚 甚至有時候吞咽困難 會覺得好像吞東西很會卡到 然後會嗆到 事實上有時候不是只有咽喉的 我們頭的任何症狀 不要只有想到那個地方 你要往大腦中央去想 有時候就會發現 我們趕快去檢查 很必要的 好 所以一般的小中風 就是像剛才兩位醫師講的 他可能只是 你覺得不太嚴重的一些症狀 然後你就忽略他了 就有可能會小嬰兒變大 所以如果我們有一些覺得 頭部以上有一些不太 跟平常不太一樣的狀況的話 就應該要去檢查 然後也是一樣檢查那個什麼 腦部的斷層嗎 有必要的話 可以做到像腦部斷層這樣子 因為一般來說 你如果有發生一些小中風 可能有四成的機率 近期內會變成大 就是會再發生大 很高耶 四成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交電視前面的 觀眾朋友還有我們的全球兵團 我們有一些動作 可以來判定說 我們是不是有一點小中風的徵兆 植物人嗎 最嚴重是很慘的 但是我個人覺得 更慘的是植物人 因為其實 腦中風要人命 但為什麼最慘的是植物人呢 而專家又說了什麼好消息 讓主持人當場反駁 其實他是一個 這不是好消息啊 對啊 這不是好消息啊 這是好消息啊 為什麼我說高血壓算好消息呢 是 糖尿病才是真的壞消息 不會吧 到底是什麼原因 糖尿病竟然變成最大的壞消息 而高血壓真的跟腦中風 一點關係都沒有嘛 更多更驚悚的內容 更恐怖的中風真相 糖好簡單 等你一起來了解腦中風